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想补充一句话 因为碰巧最近有日本核废水这个问题 所以我也学习了一下这方面 我觉得确实核废核污水问题不是一个政治问题 是一个科学问题 那么刚才这个西密子科西说的是确实是那个情况 这个只要是有核发电的国家 一般的都是这么处理的 但是呢这里边日本这次的这个水呢 跟一般的这个用于反应堆 这个冷却而使用的这个用过的水 还是有一些区别 它大概是除了那些水之外 又这个掺杂了其他的两种水 一种是这个伴随着这个 因为311首先是地震引发海啸 海啸冲毁了反应堆造成熔断 所以这个水呢是海水冲进来之后 和堆芯发生了直接接触 而含有较高浓度的核污染物质的 第二类水呢就是地下渗出来的水和天上落下来的这个自然降水 所以这个水呢至少是三部分 除了用于处理的水之外 还有刚才的那两部分 那么第二点呢我想指出的是 无论是东电公司 还是日本政府 在这个核废水或者叫核污水的处理上 是有前科的 让人是生疑 我们只要看一看这个东电公司 它的历史记录 这个今天好像是三菱公司的老总宣布 说有30年的它的长期工厂 在长期的工厂有30年造假的这个记录 那么东电公司叫三菱 我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2011年日本311东日本大地震之后 它向海里边曾经排了水 在东电公司 然后后来它说都已经清理干净了 但是后来在日本国内力量 也就是渔业协会 这是一个行业协会 渔民组成的渔业协会的揭发下 它又被迫承认 除了这个川以外 还有其他的有害物质 所以这样的一个公司 我不知道为什么它的老总 现在还没有辞职 这个我是觉得 这样的是让人信不过的 我想我们中国人作为邻居信不过 我说一个花絮 这个我占用30秒时间 我在这个浙江的学生 都在那个四月份之后 给我寄了一点这个海产品 然后就用微信 非常悲催的跟我说 说老师说这可能是最后一次 给你寄新鲜的海产品了 因为下一波 下一次日本的这个核污染 马上就要过来了 我想给中国老百姓 造成了这样的一个恐慌的气氛 这样一个氛围 这样一个心理 当然在日本国内 特别是这个渔民 我想他们的恐慌心理 是可想而知的 想来日本的农民 渔民 特别是渔民 也是命运多舛 因为早在50年代 他们就受过 美国在海上进行这个核试验 清淡试验的这个核污染 现在呢又要受到 这个东电公司的这种连累 确实是 凡是这个涉及到核问题 东电的核问题 我想在这点上 中国国内的理性的声音 和日本国内合理的诉求 其实是有共同预言的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